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GDP即是國內生產總值 是反映全國所有經濟活動總和的指標 簡單來說,主要包括投資、消費 和出入口正值 GDP是全國經濟的成績表 增長愈快,百業愈興旺 相反,增長愈慢,經濟活力愈差 亦反映整體企業盈利能力愈弱 自2000年後,內地GDP高峰期 出現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 季度GDP最高見過15% 在這兩年,全國各有企業利潤 亦都達到高峰 連續兩年超過13% 之後,內地GDP輾轉下滑 去到2018年增長6.6% 企業利潤亦都跌到5.5% A股方面,上證指數 亦在2007年的6124點見頂 之後就沒有再破頂了 由2016年至今,大概是在3000點 作為終續復復 總結而言,GDP增長速度的快慢 反映全國經濟活力的強弱 GDP增長愈快 全國企業的平均盈利能力愈强 對股市的發展亦更加有利